What happens to the garbage at the space station of China? 生活垃圾的它放了以后容易发霉变质 所以说就会对舱内的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这时候我们处理的要相对来说更严格一些 我们首先要把生活垃圾装到密封袋里 然后进行热合抽真空的密封处理 4月20号 天空对话神舟15号航天员程组 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青少年问答活动 在北京举行 活动上 中国 印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 十余个国家的青少年 向远在空间站的神舟15号乘组 及出席活动的神舟14号乘组航天员蔡旭哲提出问题 航天员们一一进行解答 行航天员们一一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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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操纵 震动 噪声 冲击等各种严苦环境的考验 在太空中做过的最困难的任务是出舱活动任务 出舱期间我们需要身着厚重的舱外航天员 在空旷的太空中进行舱外作业 长达6到7个小时 在航天员的科普和鼓励下 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 对航天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希望蔡旭哲叔叔能在这里给我签一个字 因为我的梦想也是像蔡旭哲叔叔一样 飞上蓝天 在太空中遨游 这个是蔡旭哲叔叔 这个是我 他拉着我的手 我们两个一起飞在太空中 代表着我的梦想已经成真了 在飞船里会不会游泳呢 有没有泳池呢 想要去建一个泳池 我直接坐着飞机来到中国 然后又坐车来到那个空间站 然后在飞船里面建一个泳池 此次活动由上海合作组织 慕宁友好合作委员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全国清联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上河组织秘书处 上河组织青年委员会 秘书处联合举办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表示 青少年是上河组织的未来 希望通过这一活动 引导他们探索和思考太空 我想对这些孩子们 这个一生呢 都会有重要的影响 等他们有一天长大了以后 他们会想起来 2023年的4月份 我们曾经这个参加过一次 天工对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